中文字幕——YK 骗宝 这是一场简单的交通事故吗 是 我的 保险公司到底该不该赔 又会怎么赔 这些赔我多钱 今天赔我多钱 变法三人组 丈夫压死心色 谁来赔 身边发生的故事 实用的法理练习 欢迎您收看京都念慈安 变法三人组 我是张文丹 陈旭 现在很多的朋友都买了私家车 买车的时候我们都会习惯买保险 万一有个什么事也省心 经济损失也能少一点 那是不是说买了保险就真的省心了呢 大连的尹作林有个车 车也买了保险 但是2010年7月 他的车发生一次事故 时至今日 他跟保险公司之间 依然无法就赔偿达成一致 在那次事故中 尹作林撞死了自己的妻子 2010年7月3号 大连市公安局 金州分局 交通警察大队值班师 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你差不多给自己老婆闯了 到了现场后 发现有一台小布置 偷超气停在道路前侧 撤后 有一件事 事件方面有一个男子暴露痛苦 自呈死者的丈夫 经过一二人确认 这个女的 已经当成死亡了 现场路面上 有人体被拓协的痕迹 有当然的血迹 认为这个案件比较特殊 那么这是一起 普通僵尸故 还是一个谋杀 谋杀 警方的这个怀疑 令姻坐林坐立不安 他害怕起来 没有摸黑我老 我老婆是自己从车丢下去 是自己从车上坠落的 这听起来难以置信 是不慎从车上坠落 还是有人故意将他推下车的 掉下去以后 为什么又被尹坐林压死了呢 我跟我媳妇俩 是7月3月晚上 9点走路吧 我们都票市场去批菜 尹坐林家里种了几亩菜地 将自家种的菜 送到琵琶市场销售 是这一家子最主要的生计 白天干农活 晚上送菜 一年下来能挣到四万多元 就是上车时我抓这门上 他抓那门上 这天夫妻俩和平常一样 由尹坐林开车 妻子宋金华坐在副驾驶座位上 车辆由荆州区的画家村 向30米保的方向行驶 车开了10个分钟 我媳妇就是说他要命一会儿 就靠个身 所以大炮箱挂倒来活动 他虽不舒服 他钻过去 一车门躺 车门可能是没关系 我就听啊一声 一看就没看见 定我下车回去找我老婆 就是我老婆的车已经无论面向了 躺在地上 7月4号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 尹坐林偷报的都邦保险公司 上门找到了他 了解交通事故的经过 保险公司来了上瘾 就是到我家来看看 看看完 当时就是做了做笔录 录完之后就说 他们回家跟领导汇报事 丈夫压死妻子 究竟保险公司能不能赔 又该赔多少呢 在保险一时相对大漠的农村 家境并不富裕的尹坐林 2010年3月31号 购买了1850元的交强线 和2276.26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 而在购买保险后的团短三个月 就出事了 联想到过去新闻报道中 一个个精心设计 目的在于向保险公司骗保的案件 警方开始进决 我没有莫黑无脑头 我们感觉已经很好 2010年7月5号 法医鉴定终于有了结论 符合交通事故商 属重度开放性无脑损伤死亡 交警对小火车进行的技术鉴定 此时已有了结果 这个小火车右前门有人体的毛发 右后里有碾压的痕迹 也有毛发 这个人从前轮掉下以后 被车辆拓行一段距离 碾压 致死 认为这是一个交通事故 经过仔细证查 大连荆州区警方最终作出判断 排除蓄意谋杀 认定这就是一场行车过程中 因为车门没关紧 引发的一般事故 2010年7月3号版9点多 尹座林和宋金华一起驾车前往蔬菜 琵琶市场卖菜 行车过程中 宋金华靠到尹座林身上准备睡觉 但由于货车来回挂挡睡不踏实 随后宋金华换了个姿势 准备靠着车门睡 就在靠近车门的一瞬间 由于车门没有关紧 宋金华直接掉下车去 宋金华坠落后 轴距较长的轻型货车仍然处于运行状态 于是宋金华在被货车右后车轮压倒后 又被拖行了20多米 当场身亡 通过所有的现场勘察和检验鉴定结论 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交警大队 最终做出了事故认定 在车门和车厢没关好情况下 不准行车 所以定尹座林服全部责任 但尹座林撞死的是自己的妻子 她又该如何负责呢 在将安全移送到检查机关之前 金州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对尹座林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死者有一个是一个月大的孩子 比如他老婆已经死亡了 从这一点我考虑 给他办了一个取保候审 虽然摆脱了谋杀的嫌疑 但是尹座林却无法摆脱心中的愧疚 因为家境不富裕 尹座林40岁才结婚 两年的婚姻生活 让他真正有了家的感觉 帮他照顾年迈的父母 为他生养孩子 宋金华留给他的十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妻子的葬礼 引作理想金爸爸 四处举债的操板 想送好他最后一场 老婆更为傻 属于这种事故死的 作为心里吧 从心里走得不好受 作为印象就老婆疯疯狂往地走 为了能多抽到一些钱 尹座林甚至不计后果的 把家里送菜的货车给编满了 因此卖菜的生意也停了下来 借钱总得还 完了我就把车面了 怎么算活 你还得活 怎么算活 年过四十 尹座林好不容易 娶上了老婆 有了孩子 当了爸爸 按说日子应该是很幸福的 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妻子没了 自己维持生计的车也没了 处理这件事 已经让尹座林疲惫不堪了 所以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车 曾经买过保险这回事 直到六个月后的一天 在一次朋友聚会当中 他才突然想起来 这时的尹座林才想起 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 保险公司就曾上门来了解过情况 怎么就没下班了呢 我有参加保险了 那么就是每个人买保险 都有规避风险 就啪一袋 出现意外了 就是我这种情况 就是我出现出撤祸了 对不对 就是看看保险公司 有没有赔偿 2010年10月的一天 东邦保险公司 当初向尹座林 销售保险的工作人员 找上了门 提出赔偿给尹座林一万元 头一个国家强制险 再一个还有个低算者责任险 就是因为是保额是20万 还有个车上加多一些 我车是无多人 根据案件的事实和保险条款的规定 尹座林的妻子是车上人员 而不是交通事故当中的第三者 同时受害人又是他们的家庭成员 尹座林认为保险公司应该赔偿自己27万元 但是保险公司明确表示只能赔偿1万元 双方协商一直达不到一致 2010年10月 尹座林和女儿小喜 瑶瑶 宋金华的父亲宋东发 一起向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起诉 可令尹座林没想到的是 就在法院海外开庭审理这起案件时 在村里曾经关于宋金华之死的种种谣言 又在悄悄蔓延开来 传说中保险公司的一笔赔偿款 让人开始怀疑 尹座林妻子的死并非一百 而就是尹座林杀气骗宝 就这么说话 说保险公司赔偿价是20万 实际上我没得到钱 不过公司多少个一倍钱也没给我 更让尹座林没料到的是 2011年1月4号 距离新年一个月 你好 师傅都处理完了吗 尹座林突然接到大连市公安局 金州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电话 要求他立即赶到交警大队 协助警方调查 自己压死妻子 不是已经认定为交通意外了吗 为何突然又要调查 而且现在已经时隔半年 难道遥传的杀气骗宝是真的 我问他了 我说我都得家好几个月了 都没抓 怎么现在特要抓 原来在尹座林取报后审的这段时间里 司法机关对这起案件的调查 其实并没有结束 当案件被移送到检察院以后 通过对案件的审查 检察机关认定尹座林虽然没有杀气骗宝 但是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 须依法拘留 并向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机关最后决定交通肇事罪 那对这个造死实际宝座林呢 这个提起公诉 在尹座林被刑事拘留了两个月之后 2011年3月17号 大连荆州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尹座林交通肇事案 在法庭上 当法官宣布原告名字时 尹座林惊呆了 原来这次开庭 不仅仅是因为公诉机关提起的指控 还有另外的人 要求她进行民事赔偿 其实起初已经是我大女人 我到时候还真是早已愣了 我还问法官 我随过她说 那大女人告我 我说她为什么告我 我还问我法官一句 尹座林的大闺女叫小喜 自己失去了爱人 女儿失去了母亲 同时遭受失去亲人之痛 小喜为什么要将自己 搞上法庭的 之前小喜不是还和自己 同事状告保险公司案中的原告吗 现在怎么妇女之间 突然又变成了 另一场诉讼中的对立双方呢 尹座林不理解 她开始回想起 日常事故发生后的所有细节 爸我走了 我回我亲爸那去了 原来宋金华在与尹座林结婚之前 曾经有过一次婚姻 她与前夫李军 生有大女儿小喜 2008年 宋金华和尹座林 组成家庭后 小喜随母亲宋金华 一同到了尹家生活 当时小喜12岁 那是两口东西 曾经说就灭黑了 炒我家 他就意味着我才管得不能 所谓不管什么 他要钱我给钱 他干什么我就干 尹座林对这一次夫妻间的争吵 记忆犹新 因为结婚两年来 他们只吵过这一次家 妻子怪他对小喜太溺爱 而尹座林这个继父实在是左右为难 他不是我提升的嘛 对不对 我总觉得他到我家来了 其实我家就跟我还一样 对不对 我不能跟他心里面 后把对我不好怎么 觉得我当时开始不怎么特别亲近 而真正让小喜 从心里接受尹座林这位父亲 却是从一次不幸的遭遇开始 我女儿被打到我 就是被接到了 那次我在这非常害怕 我都不想念了 此时的尹座林下了一个决心 大东西 我吃完大以后就得够了 怕了一个礼拜 这边抓着 是不是 是不是 别跑 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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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小喜开始叫尹座林爸爸 感觉有些好 他早上送我一块 跟我一块上学 当时非常喜欢他 2009年 宋金华和尹座林 生下了小女儿姚姚 尹座林说 姚姚的出生 并没有影响 他对小喜的关心 包括尹座林的父母 对孙女小喜更是疼爱有加 尤其是爷爷尹国普 担心因为家里经济困难 孙女的吃穿比不上其他同学 一项自己省吃兼用的老人 对小喜花钱 却格外大把 他妈的代价 对他相当好 吃得用了 都特别照顾他 但是 在小喜的心中 母亲的死 让他无法再与尹家 回到从前 但最终 他照顾我妈妈之后 就改变了 说我失去用买 从此也没有妈妈了 我换一面想 叫他永远都在 监狱里面蹲着 我好着一面想 他和我 还有我和我妈妈 生活在一起的画面 非常好 带着这份矛盾 最终 小喜还是离开了尹座林 回到了亲生父亲 李军的身边 刚开始祖师父 就是电话给我打电话很频 三天五天就给我打电话 三天五天我打电话 就现在嘛 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就是有点弹幕 就是很长时间 能哪一个电话 京都念禅 变法三人组 欢迎回来 尹座林撞死自己 妻子的这一起交通事故 最后被法院认定为 尹座林犯有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零三个月 缓刑两年 对于这个判决 尹座林本身 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知道 他的父亲和大婚女小喜 达成了一份赔偿协议的时候 他非常纳闷 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协议 我说我妈一条命 二十万块钱 不值得吗 我说二十万块钱 我真的有 原来在尹座林被刑事拘留以后 爷爷就曾上门找过小喜和小喜的亲生父亲李军 希望他们能够撤诉 我当时是 我当时是还得累跟他们说的 我几乎当时快发脸了 但是后来还是压下来了 小喜和李军要求尹家对宋清华的意外进行赔偿 这一开口就是要二十万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了 他创死了我妈妈 我说街上的回忆他不承认 他不服务了哪些钱 我说不服哪些钱 我只好我起诉你 这一次的交涉 爷孙良最终不慌而散 这也彻底让爷爷对孙女寒了心 我就是这么气的 其实我心中量的 两天后 爷爷接到了孙女的电话 要五万了 五万元 这是小喜和亲生父亲李军最后的退让 说实在说 看到那边还有孩子 还有个小孩 他条件也不好 最后我印了 我说我只有那五万块钱的 当他真挂进去的时候 我谁都没想 只想到我那小妹妹 遇上他在家的时候 照顾他会方便一些 希望他被放回来 2011年1月30号 双方达成赔偿协议 尹国普给小喜写下一张欠条 经双方协商 尹坐林尹国普 尹交通事故赔偿金 支付小喜车祸赔偿款 五万元 每年付一万元 现已赔偿小喜李军一万元 其余四万元分四年还清 如果还不上 拿三间网房抵押 从此以后 李军小喜不追究尹坐林 尹国普任何责任 窃条上 尹坐林的签名 是父亲尹国普代为签上的 女人小 他考虑私人 他没考虑那么重 他总是小孩 这起诉讼的原告有四人 尹坐林 尹坐林的女儿姚耀 死者宋金华的女儿小喜 宋金华的父亲宋东发 被告是都方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大联盆公司 原告要求被告 按交枪限和商业保险的赔偿上限 共计二十七万元进行赔偿 但被告依然坚持最初的意见 他们只能赔偿一万元的座位线 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条款 第五条约定 交枪限合同中的受害人 是只因被保险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 遭受人身伤亡 或者财产损失的人 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 本车车上人员 被保险人 宋金华是从车上掉下去 发生的死亡 那他是不是属于车上人员呢 双方律师一来莫莽 各执一辞 正面的焦点 落在了宋金华 车事故的那一刹那 究竟是车上乘客 还是车下的人 这一刹那间的两种身份 决定着尹作林 能否获得十一万元 交枪限赔偿 在发生事故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上 他已经坠落出车外 已经离开了车上 到了车下 这个时候发生了事故 那么他就是第三者 是车下人员 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的事实 受害人就是车上人员 法庭上 双方除了对这份 交抢险合同中 宋金华究竟符不符合 受害人范畴有争议法 对另一份保险合同 双方也存在分歧 这是一份机动车商业保险 根据这份保险单的约定 原告认为 被告还应该支付 16万元的商业保险赔偿款 但被告表示不能赔 根据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规定 被保险人或者驾驶人 及其他们的亲属受到伤害的 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 在这份商业保险合同中 有一个条款是这样写的 第五条 被保险机动车造成下列人身伤亡 或财产损失 不论在法律上 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一 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上榜 所有或贷款的财产的损失 保险公司认为 尹作林压死了妻子送金华 正是属于家庭成员 因此商业保险的16万也不能赔偿 这样规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家庭成员利用责任保险 偏谋 但原告认为 这份合同属于格式合同 很多格式合同被老百姓称为霸王条款 自己在交通事故中撞死亲属 保险公司到底该不该赔 最终辽宁省普兰殿人民法院做出民事裁定 驳回原告宋东发 尹作林 尹淑瑶 小喜的起诉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原告尹作林作为涉案事故全部责任承担者 其从侵权行为中获益 有备于社会正常的价值取下 亦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2011年10月 尹作林再次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大连市中院裁定 撤销普兰殿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指令普兰殿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目前该案还未有最终结果 该赔我多少钱就该赔我多少钱 依据法律和信任法规的规定 是保险责任的我们承担 就本案而言呢 我们会尊重人民法院的判决 就你们个人的看法来讲 像这种特殊的丈夫撞死了自己妻子的 保险公司到底是要赔还是不要赔 强制险这部分它是应该要赔的 那么关于这个商业条款第三者责任险这部分 我个人认为保险公司实际上也应该赔 于这个历史你同意 我也认为要赔 这个交强险呢 因为你发生了属于保险事故的这些范围之内的 那就应该赔 你赔范围之内的 对 你赔范围之内的就应该赔 其实它这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怎么赔 怎么赔和赔多少是大家最纠结的一个问题了 保险公司就说因为你这个人是车上人员 所以我只能够赔坐位险 坐位险比这个车下的第三人赔的就特别少 那只有一万块钱 一个是十一万差了十倍 我们要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看最后的这个 死亡时的时点和位置 这个人掉出去以后 掉出那一瞬间并没有死 对 被车压了以后才死 那死在外边了 这个时候我认为如果你强词都得非说他是车上人员 那我认为属于不讲道理 车上人员而不是交通事故当中的第三者 但是在发生事故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上他已经坠落出车外 如果是我被甩出去了 碰到了鹿或者怎么样 死在这种情况 我也看到一个案例 也被认为是车下人员 也应该陪我 只要在车外一番来说 如果说现在事故是两车迎面相撞 这个尹坐林的妻子是死在车内了 还有一种他自己撞到什么墙上 或者他掉在河里了 死在车内了 那我认为保险公司的这个理由是成立的 这个案子就是现在各说各的 除了要不要赔 怎么赔 赔给谁之外 还有一点纠结的点就是 尹坐林这方的律师认为 这个商业保险合同里明确规定 家属出事不让赔 这是一个霸王条款 两位怎么看 其实也不能说他是霸王条款 保险公司的角度 他为了防止道德风险 防止这种共同骗保 事物中的确有这种情形 那么有些我们看到的 有些不法分子 不良的这种目的 连自己的亲人都能害 他为了得到一些不义之财 他也会做出这样的犯罪的行为 从国际惯例来看 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资料来看 的确是怎么来设计 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讲 保险公司也没错 我认为这个条款我先不说 他到底是不是霸王条款 但是他肯定是一条什么 是一条免责的条款 那免责的条款 首先我认为他不公平 因为为什么其他人你都可以赔 为什么撞了自己的亲人 撞了就白撞了 没有道理 婚礼一个车队 但是你处理点交通这个问题以后 人家亲属来指挥倒车 把亲属自己的叔叔给撞死了 把自己的父母给撞死了 那是你不赔了 对 我看到一个案例是 父亲在修车 然后突然制动失灵了 然后车子往前一冲 把自己父亲给撞死了 这样这种情况下 不赔的话 也是属于意外事件 很不公平的 我们保险法明确规定了 只要是保险公司 给自己设定的免责条款 你必须要对于投保人 要明确的告知 而且司法解释还说了 什么叫明确告知 第一你要提示 特别提示 比如说你把它打成粗底字 有矿 就不能糊弄一片 你不能糊弄人 这么小的字 根本就看不清 就是我旧车 他把我剥鞋带 给我拿去我就行了 我根本也没去看这些 怎么是 你瞧瞧瞧瞧 咱根本都不知道怎么是 反客观说 现在但凡有过买保险的 这样的我们一些观众 我说实话 我是看不懂的 反正说你看不懂了 我作为专业律师 我都看不懂 你们俩都看不懂 就说不小心吧 密密麻麻这么好几页 对 一看就毛多大 你首先有没有这种耐心 你不能够因为降低自己的风险 就不保障第三人这种利益 所以我觉得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希望这一条不存在 这个免责条款 现在法律上有没有进展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它现在做了一个 就是汽车商业险 机动车商业险的示范条款 这个虽然不是法律了 但它对于它整个行业来说 它是一个行业标准 是一个指导性 指引性的文件 这个征求意见稿 10月份已经出来了 它现在只提到了 免责的是家庭成员的财产 而不包括它的人身伤害 所以这个是它把好几条 有争议的都给删掉了 买个车 本来大家是图个方便 让生活能够更便捷一点 但是车 大家也要想到 它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个极其有可能 发生意外的一个危险品 所以买车的时候 一定要买保险 当然这个案子告诉我们 保险公司 我们在签订某些条款 和制定保险合同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更人性一点 更合理一点 更替我们的消费者想一点 感谢收看今天的 京都念参 变法三人组 再见 变法三人组提示 一 交通事故中的肇事者 系侵权人 按照侵权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 侵权人应对死者的近亲属 进行相关的赔偿 在赔付范围内的数额 由保险公司理赔 超出部分由侵权人自行承担 二 签署保险合同时 投保人应该注意看条款细组 对保险合同条款有疑问 应咨询法律专业人士 或者要求保险业务员 予以解释 保险业务员 由义务向投保人 详细解释保险合同条款 三 签署保险合同前 保险业务员必须将 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 免赔责任及后果 向投保人做特别说明